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一些地区还有着一些纷争 但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来没有因为一些事情让双方大打出手 核武器是很多国家梦寐以求的武器装备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着核武器 武昌是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其中美国和俄罗斯是拥有核武器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 冷战结束后核威胁变成了核平衡 由于国际法的约束 现在已经不允许其他国家再研制核武器了 综合多方面来看 维持核平衡还是十分重要的 自从核武器诞生以来 日本是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 那么在这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 谁具有发射核武器的权利呢 而发射核武器又有哪些流程呢 就拿美俄英法四个核大国来说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也是唯一一个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 在美国是否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在总统手里 但是总统想要使用核武器 必须是在国家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才能使用 那么什么样的紧急情况才能使用核武器呢 例如美国受到其他国家核武器攻击的时候 这种情况总统就可以下令使用核武器 从上个世纪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情况来看 美国具有一套完整的发射流程 如果美国需要使用核武器 首先美国国防部需要在一分钟内把情况向总统汇报 在情况汇报后的七分钟内 总统需要这段时间内判断出核打击的真实性 并且最终决定是不是需要使用核武器 如果总统最终决定使用核武器 那么相关人员会马上通知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 执行预先设置好的核武器命令 由于只有总统才有权利下达发射命令 并且没有任何人可以撤销或者更改命令 所以美国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会使用特殊的代码 来验证总统的身份是否属实 一旦身份确认无误 发射核武器的命令 就会通知到携带有核武器的潜艇 导弹发射井等发射平台 而发射人员会再次验证特殊代码 再次确认发射命令的真假 最后按照预先设置好的打击目标发射核武器 那么万一总统外出访问不在国内 遇到这种紧急情况 应该怎么办呢 为了保证美国总统能够下达命令 并且可以对其身份进行验证 美国特意为总统定制了一款特殊的公文包 总统在外出访问的时候 他的五个贴身保镖会随身携带这个公文包 公文包内部装着非常坚硬的太制金属箱 在太制金属箱内部装有通讯设备 身份识别卡等 公文包重量大概为18公斤 不管总统在哪 保镖都会拿着公文包紧随其后 保证总统可以随时下达发射核武器的命令 为了保证公文包的安全 会安排三到五名军人轮流看管 虽然总统有下达发射核武器命令的权利 但是国防部和战略司令部有权利提出质疑 直到最后确认总统发布的命令没有错误 才会最终通知核武部队 核武器的使用需要美国总统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抉择 这让总统极其容易陷入到两难的境地 在这种场景下也很容易导致误判 当初就连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都吐槽过这套发射命令 由于决策时间太短 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而俄罗斯对于核武器的使用和美国比有着一定的区别 在俄罗斯情况会比较多变 俄罗斯的总统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可以使用核代码 毕竟他们都是经历过炮火的人 由于苏联和美国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 所以俄罗斯也继承了苏联战时发射系统的流程 而核武器的发射需要三个人的意见达成一致 俄罗斯核武器的发射流程和美国的有些类似 俄罗斯的核手提箱和笔记本的大小差不多 内部的设置也非常简单 箱子打开 左下方有四个不同颜色的按键 这就是核武器的发射键 上方还有输入密码用的数字键 普京每次外出访问的时候 身边都会有一个手提箱子的人寸步不离 如果俄罗斯受到核打击 或即将遭受毁灭性打击时 俄罗斯会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 但是俄罗斯想要使用核武器的流程 相对于美国来说有点复杂 它需要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同时输入自己的密码 这样才能真正的启用核武器的发射流程 根据预先设置好的打击目标 输入相应的代码才能向军部下达实施核打击的命令 军部接收到指令后会再次确认指令的真实性 最后向核武器部队下达发射核武器的命令 俄罗斯手提箱具有防震抗干扰的功能 可以保证它能够在特殊的情况下启动 就算手提箱被偷也无法使用其下达指令 况且还有三种不同的密码 俄罗斯核武器的复杂启动流程完全是出于安全的因素考虑 毕竟一旦使用核武器将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同时也会遭到全人类的指责 除了美俄这样的超级核武器大国之外 英法也有着一定数量的核武器 英国在冷战时期也曾有过500枚核弹头 后来因为联合国的消减核武器政策摧毁了不少 最终只保留了120枚的核弹头 但是他的威力仍然不可小觑 在英国以首相为首的内阁 牢牢地掌握着核武器的使用权 如果想要使用核武器 首相和内阁成员需要召开紧急会议 在通过使用核武器的决议后 首相才有权利打开手提箱启用核打击流程 英国为了保险起见还准备了第二套方案 如果内阁成员被团灭后 新上任的首相需要在国防大臣总参谋长和议会长等人的见证下 写下绝密的信件作为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措施 与以上的国家相比 法国核武器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并不亮眼 但是在欧洲却遥遥领先 法国的核武器启用流程就显得比较特殊 因为法国没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核手提箱 他们的核武器启动按钮 被安装在一个名叫朱毕特的秘密基地里 在这里只要触发了这个发射按钮 法国的核武器就会飞往预定好的目标 而法国总统不是核武器发射权的唯一掌控人 法国的总理和国防部长也是有资格发射核武器的 如果法国总统的任期一到期 他就要把新总统带到这个秘密基地进行秘密交接 包括密码指纹等所有的信息都要重新更新一遍 如今世界格局瞬息万变 虽然一些国家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摩擦 但是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 却保持着一致的态度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核武器所能够带来的伤害 对于核武器的使用必须慎之诱慎 如果发动核战争 将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始终希望世界再无战争 和平常在 感谢您的观看 如有补充或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